哈囉大家好,這裡是遊戲通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個非常實用的祈禱 然後這個祈禱需要的信仰也不高 所以說是人人可以學 人人都可以學,非常實用 我們來到利耶尼亞湖東岸這邊 這邊的船點打開 大概在這個地方,我們先標記一下 3號這邊 我們去到那邊 可以拿到一個祈禱的魔法 要上去是不是 那我必須要去找氣流 我們還是繞一圈 這條路嗎 試試看吧 如果有氣流的話 只是希望有氣流啦 好 繞一下也蠻快的 狼就不用鳥他了 追來了 好 你們太慢啦 我們就是上去 這些是什麼 什麼宗教啦 好 喔 就是在這3號 哎呀 一堆人啊 那我要去嗎 啊 來吧 動一下哈 這邊有個集團 這邊有個集團 啊拿到了哈 火怨的治癒 火怨的療癒啊 就是我們要拿就是這個 但是把這個 老大的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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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死了啦 啊 無血啦 不好意思啊 把這個集團幹掉啦 我們順便 收掛一下哈 好的 大概是這樣 非常簡單啊 就在這個屍體啊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如果你船臉的話 繞一圈 也不會很遠 也不會很遠 來到這一圈啊 來到這一圈啊 我們拿到這個字 我們拿到這個 馬上裝裝看 他就是我們的一個祈禱 然後需要的信仰呢 只需要死餓 馬上裝啦 火怨的療癒 啊 可以減輕中毒 和星紅量表的累積耶 而且 治療上序的異常狀況 這個太好啦 我們常常打一些怪啊 他是毒 尤其是星紅腐敗 一旦中招 那下降的速度 血下降的速度超快 而且你那個 腐敗抬藥 目前來講是限量的 除非你在之後 遊戲 遊戲後期的時候 你才可以拿到 拿到配方 你才有辦法自己製作 但前期的話 你即時買 或是你即時 在路上撿 也是限 也是 數量也是有限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火焰的治癒的話 療癒的話 你就可以 緩解這個狀況 而且有 花費的FP14 信仰只需要12 這個每個人 無論什麼職業 都非常實用 好不好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這一期就要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